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口袋 我是魚乾 沒錯今天我們直接就在這個露營的地方 直接開場 這一年來我已經露營了23次了 我覺得我可以來統整一下我心中的 露營用品Top10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是很想要踏入這個 露營的世界的話 你可以少走一點冤枉路 你就可以來看我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 就是我們的G40復古燈串 我覺得這個燈串除了掛起來很漂亮以外 它還非常的有照明的效果 很多人會使用燈條 或是一顆超級亮的燈 我覺得都比不上這種溫柔的暖光 因為畢竟你出去露營就是要享受那個 舒服的溫暖的氛圍 所以如果你今天光太強烈的話 你突然會有一種營業狀態 桌子上突然變成一個專業廚房那種感覺 我覺得出來露營的目的會有一點小小的抵觸 但是G40的光非常的剛好 你又可以看得到 它又可以達成一個美化的效果 然後你再自己點個LED小燈 或是點個瓦斯燈 都不會跟這個場地有任何的衝突 就露營的氛圍會非常的好 所以我超級推薦這個G40的燈串 而且這個燈是塑膠的 所以它不怕碰撞 而且而且 非常推薦要加購它的延長線 把它末端再延長一點 因為G40它的設計是有點討厭 就是它的燈是一直延續到它的插頭那邊 也就是你的插座那邊會有一顆燈 那為什麼需要到那邊呢? 所以你就拿一條黑色的線把它延長 這樣子它的燈就不會浪費 你就可以再更自由的安排你的燈要怎麼掛 第二個是我們的黃色青蛙燈 首先我要跟大家講青蛙燈到底有多重要 因為我發現我之前在影片裡面掛青蛙燈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問那個是什麼? 我跟你講當你晚上在你的帳篷邊走路 然後很常很常被你的銀神絆倒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要把它標記起來 標記它的這個東西就是青蛙燈 那為什麼要黃色青蛙燈呢? 因為我剛剛講到這個G20的這個暖光 剛好就是需要一些黃光 但是因為現在青蛙燈大多都是一些 可能紅色、綠色、甚至彩色、白色 如果你今天掛的是黃色的青蛙燈 因為它會在那邊閃閃閃嘛 所以你還是看得到它 但是你在遠方呢 或是你眼角、余光看到它的時候 又不會覺得它非常的突兀 然後你買青蛙燈的時候 一定一定一定要再加購它的鈕扣電池 因為有的時候青蛙燈就是早上會忘記關 它就會電消耗的非常快 鈕扣電池隨時帶著 就可以幫它替換它的電池 讓它隨時保持在一個很亮的狀態 這樣晚上走路還會很安全 下一個是我們的打氣筒跟吸塵套組 打氣筒 就是應該大家都有吧 初來露營要打你的那個充氣床墊啊 或是甚至你的帳篷是充氣式的 都會需要打氣筒 真的是超級強烈的建議 一定要用插電的 千萬不要買USB充電的 因為其實USB充電的那顆 它雖然很多公用 它的風量其實也不算小 然後用很小顆 聽起來是超級完美 所以我們這一批露營的人 幾乎每個人都有一顆 但是後來我們都不用了 因為它在打大的充氣床墊的時候 真的是超級沒有效率的 然後等超級久 而且它那顆會變得很燙 然後它又沒有辦法打得很飽 因為它的力氣不夠嘛 所以它就會打到某個地方 它就吹不進去了 要怎麼辦 要嘛就是用手打 要嘛就是用嘴巴吹 要嘛就是跟別人借電動充氣的幫浦 所以就覺得那個東西可以不用買 如果你是買跟我一樣打氣筒的話 我真的超級強烈的建議 你一定要買這個吸塵套組 在最後收帳啊幹嘛的 床上多多少少的 會有外面帶進去的一些落葉 甚至可能會有一些小蟲的屍體啊 然後很多人會另外買一個吸塵器 去把你的帳篷吸乾淨嘛 這個吸塵套組就可以直接裝在你的打氣筒上 幫你的帳篷做清潔 而且它的吸力也很強 但是又不會像是 可能一些知名的吸塵器 它會把你這個帳篷的底這樣抽進 它的吸塵器本體 你就會覺得啊 吸力太強好反剛剛好 非常的適合 再來下一個是我們的水箱 那我的這個水箱呢是12公升的 你知道人一天必須要喝到2到3公升的水 才是基本 所以如果你今天出來你只帶了1桶2公升 要度過這3天 我跟你講根本不夠 所以一個大容量的水桶就會非常的重要 那有人就會說 那我就帶2、3個水桶的那個礦泉水就好啦 那等於額外帶一個大型的垃圾到現場 再來就是那個我覺得實在是沒有很好看 雖然它有一些套件啦 你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但是我覺得還是比不上你自己在家裡 就先裝好1桶飲用水 直接帶到現場 然後這一桶12公升呢 你不只自己喝 大家喝 然後重點是你在煮水啊 煮火鍋啊 任何需要用到水的場景 都在自己的旁邊就有一個水可以使用 而且因為現在有各式各樣的飲用水桶的造型 所以你也不用怕選不到跟你的帳篷 跟你的桌椅搭配不到的水桶造型 再來下一個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放在第一名 但是因為有些人可能並不是使用推車 沒錯就是可折疊的大容量推車 你知道露營就是脫一個推車那個FU就是很讚 出遊、Outdoor的感覺 那那個推車呢 我自己就是非常推薦要容量越大越好 而且推車一定要是那種可以收束成一顆小柱子 因為你這樣收納會比較簡單 輪子要夠好滾 然後手把也要夠好拉 你要自己去挑選到自己喜歡的推車啦 我自己是推薦一個大容量的推車 欸我的車子容量已經很大了 我還是每次回家我都要載兩趟才有把東西載完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欸這次沒有遇到貓欸 好想我家的貓咪喔 想到貓咪我就會想到 現在在歐買元燒有期間限定的貓掌聯盟肉盤 從1月開始我們就絞盡腦汁 想推出讓大家近乎好看又好吃的燒肉特色餐點 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改版 終於推出了這款讓你不得不拍照的超可愛拼盤 肉肉做成的毛球跟貓掌 還有我家四個組織的插畫圖卡 這個怎麼可以不打卡 兩個貓掌分別是川味麻辣貓掌與花生奶油貓掌 先把肉烤至適當的熟度 挖一口麻辣貓掌包起來一口咬下 咀嚼期間會慢慢的從燒肉走向麻辣鍋的世界 這可是突破燒肉與火鍋的超級融合 外層熱湯內餡冰涼的快感 超飽回味無窮的 另外將烤好的肉一次沾上滿滿的花生奶油醬 毫不客氣的大口咬下 花生的甜鹹與奶油的濃香一致沖進你的口腔 超新奇的搭配會讓你的味蕾原地嚇到耶 竟然這樣也可以搭 你會發現宇宙的有趣都比不上這個口味 從4月21號到6月30號 魚全台歐買元燒餐廳點魚乾臉明的貓掌連棚 只要加價購188 單獨加購川味麻辣貓掌或奶油貓掌 一個也只要29元 另外只要出示這次的合作影片或FB或IG貼文 就贈送草蝦一人一隻喔 在下面留言 好想吃歐買元燒的什麼什麼什麼 就有機會抽中安格斯牛雙人套餐電子券 快點尋找離你家最近的歐買元燒 親自體驗一下 接下來就是剩下的Top5 第五名呢就是我們的蚊香盒跟蚊香架 出來錄影必須得要點蚊香 大家看我之前的影片都會有點蚊香的那個橋段 因為如果你沒有點蚊香的話 有些營地它真的是非常多的小黑蚊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是必須得要的呢? 首先因為蚊香盒就會放在你的視線範圍裡 所以你一定要選個漂亮的啊 然後燃燒效率要夠好 外面賣的大部分都是鱷魚排啊 那種鐵的 看起來真的是 有點刺眼 但是如果有一個漂亮的蚊香盒 或是漂亮的蚊香架呢 達到這個美觀跟驅蟲 這個真的很麻煩耶 這就是台版的魷魚遊戲啊 這真的很容易弄斷耶 這裡有女士需要幫助 你...你行嗎? 它很硬耶 要從外側 沒有你想的這麼簡單 他...他... 是不是... 小潔這個真的比... 是不是真的比較難 你要被槍斃了 時間快到囉 要不要舔...要不要舔它 哈哈哈哈哈 巧琪這個真的很難 這個真的很難 哦... 這樣不會有一種更難猜的感覺嗎 好就這樣拿去掛吧 哇... 其實這樣也是美啦 滿漂亮的吧 也是...也是滿漂亮的 甚至什麼... 男生最後不耐煩的時候會丟給女生的東西 我們成功了 好棒 下一個是我們的銀柱夾 跟我們的豬尾巴 沒錯 豬尾巴聽起來就超級露營界的 專有名詞的感覺 豬尾巴就是可以掛在銀柱上的這種小鉤子 那這種東西呢 它其實可以掛超多東西的 你可以掛燈 你可以掛抹布、毛巾、衣服 任何有掛鉤的東西 就是它就是一個很好的掛鉤 因為你注意露營的時候一定會有銀柱 可以掛一些隨手要取得的東西的話就會很方便 然後銀柱夾呢 我覺得在掛燈的時候超級方便 而且銀柱夾本身也可以掛東西 只是銀柱夾它的那個固定的強度又再更強一點 這兩個就是你可以挑選不同的使用情境來做使用 這燈太粗了 哎唷 上帝之手 嗚~~ 完美 完美 上帝之手是專門為了大家回而生的 像我這個大創買的就完全進不去這一個 哎唷 關在這裡好無意義吧 哈囉 那這個鉤子在幹嘛 再來就是這種可量賽的三角架 因為我們就是有的時候會掛我們的鍋子啊 雪拉杯啊 或是我們喝水杯 剛剛提到的豬尾巴 它可能一個只能賽一到兩樣東西 那你不可能所有東西全部都集中在銀柱上 把它變聖誕樹啊 所以我們有一個三角架就會變得很重要 而且重點是三角架的這個東西非常的有露營的感覺 你不覺得嗎? 我之前有買一個是木頭的 但我跟你講 它真的超級容易發霉的! 露營用品都有發霉的風險 尤其是木頭的 因為你有時候收的時候是濕濕的 你回家又不願意拿出來曬的時候 就會非常的危險 建議大家買露營用品的時候 就是要先考慮到潮濕的問題 跟你回家是否有辦法好好保養它 反正我就是推薦大家買一個三角架 然後我自己是一個小的 因為畢竟沒有多到就是會把東西掛滿的程度 現在三角架還有很多配套的收納 像我有加購一個下面的網子 因為有時候我的盤子 並沒有掛的地方 所以我就放在下面量 也可以購買它旁邊一個三角的袋子 可以放一些餐具啊 或是勺子什麼的 再來進入我們的 第二名 就是我們的可以調整的椅子跟桌子 我跟你講這個是太重要了 像我們這次來的這個營地 它的地板就是有點斜斜的 有一張可以調高度 就是四個角都可以 自己調獨立高度的桌子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這個可以調整的椅子 是什麼意思呢? 就像我現在屁股上做的這個 它可以讓它往下 最後變成一個 睡覺模式的這種椅子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一定要高過你的頭 頭就是要靠到才會舒服 如果你是喜歡坐在帳篷外面 這樣子休息的話 我覺得一個有靠頭的椅子 很重要 然後又可以調整椅背 順道一提 這張椅子是TreeWalker那個時候贊助的 這張椅子真的很好用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最後一個Top 1 就是我們的可以折疊的側開收納箱 沒錯 我跟你講露營用品的收納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以前是用那種就是 可以好好的擺在車裡面一個一個疊起來很療癒 然後出來的時候它也可以一個疊起來 看起來是整齊的 但是當我想要拿下面那個箱子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把上面的箱子搬起來 才有辦法拿下面那個箱子的東西 而且那個的容量小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今天帶一套比較大的鍋具 它旁邊剩下那個細縫收納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這個容量多少? 75升 自從我換了這兩個大容量的箱子 以後我就沒有另外的箱子 就是我所有的露營的小用品 全部都放在裡面 因為它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可以一目瞭然裡面所有我要拿的東西 看起來也是好看的 上面有一個木桌板 而且它又可以沉重 你可以坐在上面或是在上面放重物 都沒有問題 欸? 還有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我推薦的東西就是我們的 魚乾的魚乾 這樣出來露營怎麼可能沒有零食? 這個就是我的特別推薦清單 每次露營呢就是要帶這樣的零食出來 不管是大家一起或是自己吃 都很爽 沒想到這支影片可以置入兩個東西吧 嚇到你了 以上呢就是我推薦的Top10加1 總之呢就是希望大家 都可以快樂快樂的踏入這個露營的圈子 畢竟我自己也錄了一年 既然已經23路了 我覺得自己真的是太棒了 有堅持下來 那總之呢 讓大家看看我們這次露營的環境 這是我們這次的設置 大天幕是我的 然後因為我們來的時候下雨 所以我們決定都要搭在天幕下面 我們這個天幕下塞了兩個帳篷 右邊的是我之前開箱的那個Tier四人站 然後這個是胡子新買的 也是KZM帳篷 這樣很像是我然後帶一個寵物 隔壁的那個好小 我從來沒有露營有這麼近的鄰居過 好險胡子是一個睡覺沒什麼聲音的人 大家記得前面這一區嗎? 我們去年有在這邊看櫻花喔 但是去年我們是在櫻花的尾聲來 所以那個櫻花呢 都開始掉了 然後長出綠葉了 所以我就心裡想說 今年我一定要趕上這個櫻花 結果現在都四月多了 它才開這樣 銀主說今年可能不會再開了 因為今年的春天很不溫暖 我來這邊四次都沒有成功的追到櫻花 嗚嗚嗚 好險我今年還有看過其他的櫻花 但我真的好想看整片擠野櫻喔 哇 小姐又開心臟 我是專業開心臟頻道 就是因為你開心臟棚昨天才會下雨 沒有沒有沒有 昨天我還沒開一個下雨 他知道你車上有一頂心臟棚 好小 它很大欸其實 這個 不用搭電幕啊 對啊一訪一聽 好爽喔 我也要 有沒有廠商聽到我的聲音 欸你總共錄了幾次 在前輩面前我不敢說幾次啊 可是你的東西都很誇張 這次進入考驗 我就是因為錄少次 所以我盡量把每一次都精緻化 每一次都過得精彩 就像 他把每一次都當最後一次 對對對 還講出重點 哇哇哇哇 我把每一次都當最後一次 所以就盡量去 BY, jeg becauseर 會面邊鞠到 哇哇哇哇哇.... говорит 這手機裡面的那 space 透視感更業 真的阿 我沒有意料到 這個東西效果有這麼好 這上面是什麼 富國 上次我有看到你了嗎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記得按個喜歡 想去看可以按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